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verything 一定是空的嘛 对吗? everything 不是空的 所以这个会不会画? 画成一个engine 然后塞三T之外 就是base 你不会画成这个形式的话 你就不会做迷惑 解决你家里的电路 不可以 订阅多少 所以MQ 要把它画成正 不够的鞋子 然后Facer就把MQ 跟去Facer拿出来 就像Facer拿出来 我们有两个答案 你会不会把他的桌标画出来 最简单就把桌标画出来 最简单就把桌标画出来 最简单就不错了 最简单就把桌桌标画出来 然后你这个Facer你看 Vcos 是在这个方向 然后落后九十度 V的 历时针是正九十度 V的话是顺时针 可是在哪里 V九十度 那个是脸钱 各位就是在那里 知道吗? 所以这个桌标系里 你是不是画出来 一 二 三 是这个 怎样呢? 怎麽样呢? 你您这是何样 不觉市场都落后十分 所以他含着 看事情 所以这个你是 Who guy 是多少 是这样 可以 所以 五三加九十度 你不要畫過來 我們標準的是 所以你一定要先把那個Base畫出來 我考算作標來看 他就知道 所以很好 你這樣考校一定 他就一定考一百多 這一個像樣的 你把它畫出來 八小是三 然後小是五十 這就是用Sign作標來看 五十度在哪裡 正的五十度是什麼 還密實這首 就把腳位變出來 把那個像樣畫出來 好 誰大小的當然是三 這是一個正的實數 然後我們 太小的作標一定是三 一定是Cosine 答案沒有寫 這個FacialMovac是多少 答案是多少 這個Facial 有三強一個角度 所以才能畫到結束 你不能寫等於知道嗎 你猜方選 西瓜跟鳳梨是不同類的 是不是 你看 第二個 第二個 Facial 是不是 是不是每一位同學都會 只要 記住這個 坐標系統的話 都不容易做 最後一位可能 複賽 對 非常有觀念 所以同學都會完全了解 對 好 謝謝 對 這定義一定要懂 你的學任何 不光是學數學 好 好 好 這在聽 這叫做幻象 我們回過來 如果給非所要 要求太 這個 他懂的方形呢 我們 找那個方形來做 想說 她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 看 每個方形成車 这边是准破吗 好,我们再找个淘血厂 这个形象 记得不记得inverse 好,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写FG 好吧 P inverse 就费着的,就是inverse 说是P inverse 然后,刮 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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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从它,可以这样 从下面 可以 REAL RE 这个,RE 这个,取它的时数 也有法制成 下距离 都够了它 然后,把它的XF 到上面 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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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J EJ 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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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FG XFG UXFG X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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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XFG DXFG XFG XFG Inverse Facile Transform 比較簡單的話 這個Facer要用Polar Form來表示 因為有大小有角度 因為你那個角度才跟這個OmT的角度相加 但好了這個語寫無 這個先起有Facer 但要接次這邊加一個改叉 不過我們知道會等於無 因為那個大小是生平 會加四平 你不要去計算 你不要去計算 你不要說台詞那個都會算 只有一個角度四大 所以你不要去選擇 或者你選擇E 接一支大 就是電機工程師 就要一個角度四大就好了 你會不會寫這樣 取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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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帶公司 Reverse 取六號 這個就是叫Facer 是Compress number 對不對 那請問他 他懸播這個Cosan還數怎麼寫 我告訴你 先拿 你先學一個劇 先學一個劇 先學一個劇 對 對不對 如果瓜 如果無 這個Facer 所以用Facer 無Jc 你用Jc 這就是 一J 這就是 一J 一J 對 他有來這邊天啊 你再走 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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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是实习 这样子 哇 那怎么被寻了 这五颗拿出来的等于 那个 C叻加Omita 组在一起 所以事实上是五颗的Cosai Omita 织加C叻 那个Oil 这个3个号以后 这个3个号 这个3个号 这个1个号以后就知道了 1个3个号不可能 3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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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号 他没有号 这个就没有号 没有号的意思就知道 没有号好不容易 要知道吗 对啊 所以你忘记了 再会不会 再写一次 没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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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那这个会不会写 对 对 阿信 还有一个波动 这就没法上出来 因为 现在有一个暗 那就可以出来的东西 嗯 但他不会可能 就是 那时候这个地方就在忙 不re 好 不r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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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Title of Man-Function是 Inverse-Facial-Tresor-Store 因为如果对定义都不懂 老师一直讲 老师一直白讲 他说太可乐放下出来 这部一定要拿快 不然交易电路 我有一份机会去解释 放出来 我們再來,我們看看現在給你電阻電感,請各位同學把它寫出來 電阻大概不用變,就很清楚 我們圓的電路,這邊就說,十、安培和三、奥米加二十度 我們可以說,這地歐明,這地海明,奥米加二十度 好,我們現在前面哪一位同學來,把他的Facial Domain的電路畫出來 Crisse要把它換成Facial會不會 大小是十嗎? 我們角度呢?20度,因為他用標準寫著安培 中間不是自己安培,因為各種會缺一些電路 好像電阻不必,對不對?一歐米斷寫 電感是多少呢?你要看看,你還記得嗎? 变感飞蛇的側面是通常的,大家可以看看 J omega L J是根那负一, omega 是多少? 3 J乘以3 J乘以3 就是用紙 然後寫歐米,這是正的,不是倒數的,是J3歐米 奧歐米,奧歐米,奧歐米 店主拉,這沒有改變 C這邊是左倒歐米 鋪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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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家電店只要你這部會 以後就是Mesh Analysis Manage Node Analysis 直接用上來 好,我們是不是再繼續一下 謝謝 來趕快看 本來是最好,像我在國外念事 我就是三個行李,我們可以先預期 就是說 如果有大資金那邊的話 他經驗,你要怎麼樣 很快的吸收,我就殺 我就冤枉 我們發現有些同學都還沒有了解 第一個,我們來看 什麼叫Facial Transform Facial Transform Facial Transform 一個是針對電壓地 一個VT 還是有VM Cosine 一個V 比較簡單的部分 一個它的 Domain 是針對這個 Transform 是從Sanusual Function 這個 把它 變到 一個 Facial Facial 我們是這樣寫 它要的 Information 是 Entities 跟Sida 那這邊呢 是VM 這個是-30度 所以這個是針對 Sanusual Function 這個Transform 它的Domain 然後這個Ranging 是Facial Domain 是Sanusual Function Sanusual Function 有各式各樣的表示方法 比如說 我們上次跟各位講 這個Cosine 這個是Sine 我們叫FuSine FuCosine 所以我這個也可以寫 FuVM Sine 你可以用這個來表示 Sine Omega T -120度 對 這邊是120度 如果用FuSine 所以它可能Cosine 可能FuCosine FuSine 那是全天下的大亂 因為你只把它M平拿過來 那M平才變成Fu 就是FuVM 那是不對的 好嗎 那我們上次一開始就跟各位講 全世界已經統一了 所謂Facial一定是針對Cosine 這種形式 然後M平的一定是正的 然後非常是Wildify 把這個M平把這個角度這樣 當然你可以插360度 或插720度 所以那個是相同的 那如果規定它小於 這個360度的話 這個答案都是unique 所以同學剛剛了解嗎 這個叫做Facial Transform Inverse Transform P-Inverse Gain Compress number 我們先講Facial好了 Facial Co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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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POWER EMERGION POWER 接等更要负义 我有这123 有1234 所以这个REALS解释说3加接4 这叫REAL POWER 十字部分 这一个 这一个 今天是更要负义 这种DEC专用的 这个叫EMERGION POWER 虚数部分 或者第二种表示方法 你也可以用PORFOR 用极座标形式的 这大小是5 对不对 这个角度 4乘以3 这个叫PORFOR 可以用这个 这高中文叫极座标的形式 V就是5 E就是J 或者我们电机器来讲 我们就是这样 CIT 这听力一定要懂 好不好 不然我们下期可以讲到 NOTAL MATIONSIS 然后什么叫主抗 就是把点变像 电面要从于电油 哎呀 是不是 好 没关系我们就到这里 还有没有问题 这个 不然我这个同学提出来 还没有了解吗 现在 哦 在这里还要讲一下 你可以吗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把它 换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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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 我们 这个 这个 要开一个面 比如说我们的VT啦 IT啦 电压电流啦 这边呢 我们比如说 3E 4J 不然 3T 比较猛 这个 独特 比如说 5SIN 3T 3B 像这个 有时间 秒单位 或者什么分钟单位 这个 这是在PiDomate 就是时间函数 我们在PiDomate 如果我们全部把电压啦 比如说 VT这边啦 VN cos ωt 加20度 如果先把它转到 Facer VM os 2 这叫Facer Volish Facer 或者I am 快 角度 这些啦 像刚刚的电路里面 比如说电压正负 VM cita 然后 L J omega L J omega Q J om 然后就用Facer 这个叫什么样 Facer Domate 就向 向量 敌欲 我们讲过 J omega 也是跟Omega有关系的 Ferquence Dependence 所以我们也说叫Ferquence Domate 你叫平欲 所以等你们公宿上过那个富力业转换你就很清楚 因为胎短命的方形经过富力业转换以后你看到平土 平补看的是什么是频率的这个分布的范围 好像你这个家谱一样或祖谱 你这个从哪一代怎么样一代一代下来 所以我们比如说麦克风的这种信号 你讲话里你把示波器看那个时间 横座标是T的话 看起来根本看不出所以来 但是你再频率领域去看 如果经过那个频率分析 你把它Transform到Vegan Domain的话 你看它它最高等于低于20kHz 我们叫Audio Frequency 我们叫音频领域 你的声音最高等于小提醒大概2万Hz左右 阿南低 10Hz 这很低了不起 我是准备的 所以这个什么叫Tidomain 什么叫Facial Domain 清楚了 Facial Domain 或者叫Fatical Domain 这两个是可以 几乎是equival 这样子 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各位同学提醒过 如果你在Facial Domain 发现T 倒扣你分数 或者是Tidomain 发现一个根套定义 J 出现在里面 敲你的头 或者是怎么样 表示你观念非常不清楚 这两个Domain 这个 不一样 所以是完全不 西瓜跟凤梨 这个是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混为禅 OK 所以什么叫Pi Domain 什么叫Facial Domain 或者叫Facial Domain 大家就了解吧 所以你们那个实验 你不要做了没有 你用试波器看 是看Tidomain 它的波形 它是Function of Time 然后你那个Spectrum Analyzer 把一个Tidomain 线上画进去 你看之外 可能坐标是平易的 是Frequency 这个Spectrum 所以是在Vicent Domai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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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We will consider Circuit theory OK The first theory 是Super Precision theory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Linear AC circuit I mean In Linear AC circuit analysis OK When the AC circuit contains Different source differences 所以我们高考的时候 出级色 喜欢出级色 看它关键清楚 就是上一节课 我问同学说 诶 以什么假设条件下 才可以用Facial Enhanced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 频率要相同 像我们电力系统 台电系统 从台北到台南高雄 整个频率都是60Hz 但实际上 当然是 它有点variation 所以要相同的频率 但是呢 我们 这个电路里面 如果有不同频率 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Superposition 每一次 只考虑一种频率 这个 主要的一个依据 就是利用 这个电理 这个电理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If the circuit is needed then Superposition theory holds 就是 Superposition theory can be applied to the circuit 所以这样很多system theory很要紧 我们说 各位同学应该需要控制系统 不管是 我们工程的问题 就是经济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很多可以用system approach 来求它的solution 就是让你有一个系统的观念 就是很要紧 不是说 只看到见数不见你 只看到是片段 so in that case the truth of response is obtained by adding the individual response inside domain 注意 如果有不同的频率的话 你不能用phacial相加 phacial加解 相加相解 相乘相 那些等等 都是怎么样 都是在相同频率程度 才可以 所以你只能 Superposition 是在tile domain 特别强调这个 so here is a good example of your weapons 你怎么不见 题目怎么不见了 怎么漏掉 ok 我们知道是不是少掉题目 都不见了 都叫几页 不见了 是不是不见了 这个不见了 情目不见了 他提问对于 否是吃了一个部分 嗯 我们这边不见了 切了一大部分 哦 这里多了 刚刚是 这前面没有啊 情目不见了 他提问对上一集的情目 是你这样子 哦 这样子是 二一两 we will consider the same problem here ok but this problem 这个应该是相同的频率 no problem ok we can add together the basic 所以 一次只考虑一个conference 我们求IO first consider the response due to this current source only and then we will consider 好 当这个考虑这个电源作用的时候 这个source等于也就是short circuit 然后其实 考虑这个volent source 作用的时候 这current source 是open 他等于零 第零current是open 然后 两个component加 简直是tudo response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香港的频率 所以 first 之后 consider the response due to this volent source 你可以解出来 因为 简单 因为 这两个串联 八加皆十欧米 然后再跟它变了 再跟它串联 跟它串联 把它retweet 这些equipedence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IO this is the component due to the volent source only Next we will consider the response due to current source Volent source 这等于也就是short circuit 所以解这个电路 各位也很简单 同意是一个 你可以用 要任何方法 比如说 这一个 这边 这边有一个 Y connection 是不是 你可以换成Dana connection 也可以 Dana connection 能够是串变 合并 cultivide 可以取出来 所以 解出来这个solution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辨入 所以tudo response you just add together the phasors 但是那些phasors 是可以相加的 理由是因为 从相当的平面 另外 我们要 consider another example here 是 a tide domain circuit and as you can see from this circuit we have one volt source which is dc volt source 这些支流 in other words we have the angle frequency 0 omega equal to zero we have another vodic source this sensoride vodic source however the angle frequency is 2 radian per second omega x2 and the third current source here this omega is also different 5 radian per second 所以我们有三个平率 平率等于0 平率等于r 平率等于r 应该严格讲是角平率 angular frequency frequency frequency我们是f angular frequency 是2πf 是差2π 所以各位尽量能够延解的来说 尽量延解 才不会搞混 so we can use superposition 所以我们有三个sauce 我们第一次考虑第一个sauce 就是平率等于r 直流的case 所以这个是 简单拍短片就可以了 remember for DC case 各位记得了吗 电感器 在直流steady state的时候是short circuit 电容器 在直流的时候steady state 是open circuit 第二月考才考 对不对 应该还记得了 so we have here open circuit and here is short circuit Vodic source equals 0 is short circuit and this of course is short circuit and current source is open circuit 空 source is open circuit 电容器有open circuit 所以这个电影可能会分压电力 however 这个是正到负 v1是正这边负 所以我们会负 1欧姆跟它成正比 空谷是它加它 就是Vodic divided 就是Vodic divided 我们就可以得到solution entight domain Next we consider second source 我们只考虑 这个Vodic source 这个等于0 这个Vodic source 是open 这个Vodic source 等于0 是short circuit 然后呢 写这个solution 我们把它换到fasor domain 就是omega等于2 so j omega2 就等于j4ohm 电子呢 在fasor domain不变 但是电容器呢 j omega是2 j乘以2 乘以0.4分之1ohm which is going to minus j5ohm 所以这个是 down omega等于2 radium per second 时候的fasor domain circuit 电路主是在fasor domain 而且是down omida2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为什么叫fasor domain 拼义有关系 所以你解这个电路 电量也是要分压 这两个病人 1、2、3 三个主看了分压电力 对 跟他1、2、5成正比 他加他加他 都是分压 对 这两个病人 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fasor抽出来以后 我们要回到tidal domain 它amble2.498 角度是-30度 那注意呢 这是回到这个 omega等于2的这个 从这个fasor domain 回到tidal domain 这是2 这里各位很清楚 可以看 如果你同时有两个频率 那你怎么回去 回到哪一个频率 是不是搞不住了 回不去了 这一次只能搞一个频率 v2 同样我们可以看 v3 是due to this current source the current source 就是omega等于5 ok 然后这个 等于链是short circuit 再等于链是short circuit 所以这时候 omega等于5的时候 只有这个 short circuit 这没有问题 我们去看 现在只有这个 current source 在做 only this source is added to the circuit and again we can transform to based domain j omega l j omega c coz o5 电子数 不影响 so we can use current device 这个当然很容易 首先 这个 我们要求哪边 i1在这里 这不是i1吗 我们看 j1是哪里 我们看 j2跟这个 四欧母 四欧母 这两个病也很像 四欧母跟 互接入这两个病也很像 那应该是 vorish divide 这个 助教是不是打错了 这个看了一个主抗 这个一个主抗 但是你先去电 2安培 乘以这个 总共的主抗 所以这个 这写错了 方法是对不对 哦 是不是没有错 这边一个branch 左边还有一个branch 所以是current divider 是没有错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先求 这个 i1这个电影 跟j1这边成正比 然后这个电影 总共是2安比90度 ok 然后 这个整个主抗 加这个主抗 是formance 就是current divider 然后 i1取出来 我们on slope 取它的电压 然后就是 在based domain 那回到tide domain 把m子拿过来 based拿过来 however the frequency is omega is equal to 5V per second 这个5 所以我们是在tide domain 加在一起 这个dc 就是dc sauce 就是 the second voltage source 就是current source 所以这边加起来 直流的成分 是omega等于2 omega等于5 所以 可能我们考试 也应该考一下 类似这样 mature you understand 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 在虚空手之前 在这种case 你非又不可 不然你就解不出来 这个要小心 一不小心就上当了 尤其考试考里面 有一个Vodic source 是omega1 因为Curl source 是omega2 所以有些东西 就带 带都对错 Omega不一样 OK OK Similar We have the source transformation the voltage source in fact Vodic space in series in series with an impedence can be transformed to an equivalent Curl source in pair with the same impedence and the negative and the current s equal to the voltage source divided by zs 这是一个电压圆 串連一个主抗 可以化成一个电流圆 变远的一个主抗 其中这个主抗是相同的 把串連 移到变远 这个位置就好 但是这个 Curl source 是多少呢 the voltage source 除以i zs 同样 如果一个Curl source 变远的一个主抗 你可以化一个更像 Vodic source 串的一个主抗 那这个主抗 就是同桌 移过来就好 可是Vodic source 是多少呢 就是Curl source 乘以zs 要呈现 电子从下面到上面的话 变量到下面到上面正 完全跟电子一模一样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这个呢 要不要前面同学生来讲一下这个听音什么解 要不要 让一个同学练习一下 让他回起 你要不要来送你一下这个听音 要不要去老师一步就黑了 点一下 我们再给你讲 我们再剪了 什么Curl VX 你告诉大家一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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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解呢 我们看这个是在Face的软面 Curl VX 你今天要怎么样解 这边的 你要指 你上去 我说这边的主抗风都有啊 那我就直接用 分压这个 知道 这个C 我们第一步到这边来看 你有没有看 这个 二十分钟 你要指那个Vodic source 跟五欧姆是 Vodic source 算你五欧姆可以画的什么 Source Transformation 电力量 对 电力量那是多大呢 你要不要用麦克风 我等会同学 就是用这个 所以五欧姆 对 然后见柔 对吧 从复照镇 然后五欧姆去拿过来 并演就好了 就这样 我们刚才讲 Source Transformation 然后接下我们怎么做呢 五欧姆跟旁边那个 又并演了 是不是 对 对 所以那个可以画成一个equival Z1 对 对 那很好 把它画成 变连画成等效 再按下一步 按 对 诶 应该先回到上一页 那个来了变连 各位可以看看 这个 Admittent相加 对不对 然后导致就是impedence 然后一个Current source 变连一个等效的impedence 可以画成怎么样 Modic source 串连一个 所以按下一页 对不对 可以等下的Modic source 成那个V Current source 成这样 再来就是分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很简单 这个 应该都会解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再看下面 变入学书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对不对 因为我教高中生 我曾经开过那个 放高级 前那个 製成那个 你现在妇女 这个 四十多岁还多少 我讲他们可以听个爽 就是他们那时候 IC之外人才 人才太少 我们一二十年起 所以我们在这个培训班 我们要塑成 只要基本电学稍微懂一点就可以了 电路上是 AGC的入门课程 好 OK Cimera here we are talking about Dermin and Norton Equipment Circuit OK OK Again here 2-terminal circuit Under Sanisori State-State condition 我们这个调节 是玄波稳态 For this special case You can see We have Equipment voltage source However Now it's voltage space And It's now OK Infidence Instead of resistance 所以另外一个 Linear 2-terminal circuit 假如这里面 Equipment sour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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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频率相同 Under Sanisori Space-State 你可以跟 Single voltage space Single evidence 来取代你 原来非常复杂的电路 所以在下一段 我们会讲 Maxim output power 同样 你看在纯电子电路 我这句 月考有考 对不对 当RL等于RTH 就是Macon output power Comference有好多种形式 我们刚刚讲 斯斯有好几种 Comference power 也有三四种 比直流电路 电子电路 要更多一些状况 OK 同样 Source transformation 各位 这里事实上 就是Node的电源 这个2-terminal circuit 里面可以有任何的 Word Source 或Current Source 不管Dependent Independent 只要是相同的频率 Then 你可以用Equipment Current Phase The Source 电源一个Equipment Equipment 来表示它 简化这些东西 所以这边 就把直流电路 推广到焦银电路 把高章的纯电阻 推广到可以含电压电流源 Word Source 这些关系大家都很熟悉 其中VTH 从电流 从The theorem We know It's in fact equal to the open circuit voltage And The Northern Current Source It's in fact It's equal to the short circuit current IAB 知道 这些物理意义 我们在上个月考都考过了 这些 等效电路 与LH So here is an example How to find a Diamine Equipment Circuit Current Current 3AB 那我们把这个电路重画一下 可能你比较习惯 Word Source 照抄 把它拉 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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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容易看 So here we have Wordness Divided And here we have Wordness Divided So open circuit voltage 能够算出来 一下子 A点对这个D 电压 B点对这个D的电压 你就用分压定义就可以算出来 两个箱子 就是VAB And how about ZTH 是当Indipment Source的原 那这个就是Short circuit 然后从AB两端看进去的 怎么看 所以你可以看这 FJ6O5跟8O5 这两个是变远 因为这一端跟这一端相远 然后这一端跟这一端相远 所以共同两端一样 这叫变远 这跟这个变远 同样呢 这一点跟这一点一样 就差跟它变远 所以这两个变远 跟这两个变远 以后再串远 串远 也是相交 这个符号是Pair layer 对不对 我们这个软体不太一致 所以ZTH 是从AB看进去 Edepend source等一年 Short circuit 这我们在第二月卡就考过了 人家都会拿 MING We TH is Fanyate Gi We have a very simple circuit When we TH is equal to this And ZTH is equal to this OK The next part is considering the NOTAN THEORY OK OK So again here we can find the ZN Which is equal to ZTH 你练这个 What is short circuit? Short circuit 所以你看这两端是连在一起 这个跟这个是变远 对不对 然后它跟它是转远 OK 然后这一个跟这一个是变远 对吧 我们很容易求出来 然后Short circuit定理 假如这边Short circuit 这边都没有用 IO都没有用 然后 这个IO从这边远过来 那我们看看 那这个事实上可以用Super position 假如这个等于0的时候 只算这个的 Short circuit 然后再来 这个 Open circuit 然后求它的contribution 所以这个Void source 作用的时候 是Short circuit current 是 这一个 IO 事实上 是包括Due to this Void source Due to current source 两个分量 加起来 比如当这个分压作用的时候 因为这会是Short circuit 对不对 再是Open 所以这个电压 各位看 经过5Om Short circuit 回来 所以就是 多少 40 就电压出于5Om 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看得懂吗 因为这边Open 反正这个变远 这边只说 这一段跟这一段的电压 是40幅度 可是我们看的是 Short circuit 电压 所以 从这个回路 然后Short circuit 到这边 所以当然只有5Om 就出起来 如果这个Short circuit以后 这Current Divider 你看这一个路径 这是Short circuit 这个是多少 他一定走Short circuit 不会靠这边 这5Om 叫它Short circuit 这次三拉给公 也算都不用算 我们请各位同学回去把它练习一下 你这看得出来看不出来 这个用Short circuit 把Inspection 一下就求出来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吗 刚开学的时候 这个电路你可能看不太习惯 但如果你有做实体的 这个Bi-Inspection 可能就是 把他就出来了 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你就看得出来吗 你不知道为什么伤害 好 我们第一个来看 Due to 这个Morning Soul 这个作用的时候 这个Opener 这里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算 这个Short circuit 所以AV Short 以后这个AOS加J5更不用管 对不对 连跟这个一个Z变连还是连 然后我们看 你看这个回路 这个电压源 正端经过5Om 然后Short circuit 一直到副端 所以简单的 这个电压直接跨在5Om 对不对 所以电压除以5Om 就是Fuse这个Sort 第二个Component 这个Sort 等于L 只考虑CurrentSort 因为这个L 这一端跟这一端共同点 然后这一端共同点 所以这个Range 这个是变连 对不对 变连 然后有串连 5Om 所以从这边来看 这个回路 可能是直接由Short circuit 可以到这一点 这一点已经变到这里 对 对了解吧 然后这个是 你看看 这个是变到这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电流 这个是Short circuit 可是这个到这个 是0Om 变连5Om 还是0Om 所以 这个Sort circuit 一定是全部走 这个LenOm 这个Short circuit 他不会走 5Om 可以了解一下 5Om 这Short circuit 这是病人 知道 因为5Om 这一点 跟这个Short circuit A是共同点 这一点 跟这个B也是共同点 为什么呢 这个Dead source 所以5Om 跟LenOm 后面也在便宜 留过这个LenOm 跟Short circuit 直接扣过来就好了 By inspection 都可以看得到 不错 很多同学 都在点头 这个是从画给大家看 就是说 5Om跟这个LenOm 是修 这两个是病人 所以在Short circuit 他不会走病人 就是共同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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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画给各位看 明白 所以Fashima Position OK 那我们第二个考 有考这个Corporate Inductor 如果Dead Conductor Dead Inductor 我们叫Sum Inductions OK 如果我们有两个Inductor 绕在同一个铁心 There is Magnetic Corporate Between the two inductors Between the two inductors Besides The self inductances We have also Mutual inductors The whole God Remember We talk about the Dot notation Dot notation 所以在Tidal Man 我们有这个Relationship 因为就是 电理的进入 进入 进入中的感应 在这边正有这种数 电理的进展感应 在这边正有这种数 So we have this voltage relation V1 等于L1 DI1DT plus M DI2DT 同样V2 这个KPI 可以写V2 等于L2 DI2DT plus M DI1DT 那我们现在是Under Sanchez State State 所以 Assume所有电量电子 都相当的评议 那我们现在假设 电影之道 我把它带进去 DV2DT 微分啊 cosω就变成 -ωmega sinωmega 就变成 -ωmega sinωmega 我们把它化成 Betor的标准形式 -sin等于cos 还要再加90度 -sin等于cos 还要加90度 所以各位呢 这个是cos 标准形式 这个就是amplitude ωmega L1 i1m cos 这个呢 事实上 就是原来的i-fasor 多加一个j90度 这个以上 多加90度 所以我们 V1等于 jωmega L1 i1fasor jωm i2fasor 各位看 i1 这个 ωmega θ1 这一部分 i1fasor 90度 我们移到前面 是j jωmega 1 i1fasor jωmega l1 i1fasor v1fasor 这个字感的部分 有护感的部分 所以我们 字感的部分 我们前面谈过了 for inductance we have impudence jωmega l o 那现在呢 for mutual inductance we have jωm o o 只是 偶尔增加一个护感而已 它的特性 跟质感一样 乘以jωmega is also frequency dependent 跟质力相关 similarly for the second eventual equation go a substitute the savis also the current here again we have the standard fasor form ok 是 标准的一个cosine 三个 坐标这样的 我们写成fasor jωmega m jωmega l2 所以将来 我们的交流电 如果有护感的话 也带这个模特 其他就是 not analysis mash analysis 都是一样的解法 都是一样的解法 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 for example you can see a this problem ok here we have rear spacer ok and impetence rs r1 in fact just represent wanted resistance primary winding 一支支撤的rout secondary winding 二支支撤的rout 它们都同线rout 所以都有电阻 然后这个负载 rl 可能是电感线 也可能是电容性 例如说 rl串連 有rl 我们叫电感线 有rl 有c串連 我们叫电容性 可以任意地复材 那我们怎么要解这个电容 因为这边有isolation 对不对 你要写 怎么写 我们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一般的sauce 把它写 发进去的 你要写 两个mash equation 那我们这边呢 各位可以看 第一个mash equation 这个mash equation i1 z plus r1 plus j l1 i1 这是质感的部分 z r1 j omel1 质感的部分 it also has induced voltage due to smash current i2 i2 是从没有dote进去 所以它感应在 没有dote 这里 上面的dote 是束 这边的j j omel1 i2 -jomel1 i2 就是 第二次测的 绕子的电流 感应在一次测 一次测是Vs Vs Vs 这边 总括这边 summation voltage 是质感 i2 乘以r2 plus zl1 还有一个 jomel2 乘以i2 7 3 1 我们还有一个 due to i1 mutual induced voltage so we have jomel1 i1 为什么 it's not sign here you can see the current enters to the dot 那你从dot进来 这边是正 它感应在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那我们压将正到负 正到负 这边是负到正 so that's why we have mass sign here what is drop what is right summation equal to zero so from b we can solve for i2 current phase and substitute to the first equation we get this result 我们把i1 除到那边 那边 Vs divided by i1 或者是从这边看进去 impedence 如果我们扣掉 扣掉 Zs 从AB看进去 这两个 Y0 连接一个负载 奥次射 我们接一个ZL 负载 然后从一次射 Y0 来看进去 你会发现 这个 R1 jomel1 是一次射 绕组的 它自己的 Y0 绕组的电阻 还有它的质感 可是奥次射 反射到一次射 是透过负感 因为它是Omega 平方M平方 跟你Dog Notation 不相干 你这样的负 Dog在这边 或Dog在下面 其实已经不影响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特性 如果只看 主看的话 它跟你Dog不会是不强 因为平方 然后这个奥次射的主看 你可以看 O2 这奥次射绕组的电阻 跟它的质感 以及负载 反射客气的 它本来是主抗 变成 老师问这边的admitence 同时它有一个scan and fade 放大或缩小 看这个是大鱼小鱼 所以原来无欧米 反射它变成五分之一 无欧 它是称到一个scan and fade 这是奥次射 所以这里有一个名词 the reflected influence from the secondary winding 这奥次射 反射到一次 所以我从一次射看过去 除了一次射自己的质感跟电阻以外 奥次射的质感跟电阻以及素材 反射过去是在分 但是成为一个scaling factor 但是电阻 我们到没有时候要各位去背这些 我们主要是要介绍idea transformers idea transformers idea transformers是很有用的一个工具 就是 as you can see now circuitary introduced the model ideal resistors idea body source idea current source 像idea body source idea current source physical world 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 它必须要能够 support 无限大的能量 这是物理世界是做不到的 所以 我们没有说因为它物理世界不存在 这个就没有用 它可以用来model physical component 所以真正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battery 我可以用一个body source 算了一个电阻 来model它 同样的 我们这个也是这样 idea transformers 物理世界不存在 however is a good mometric tool good model 它是一个circuit model 可以帮助我们来model 实际物理世界的 coblade inductors 主要它是一个数学的model 虽然物理世界不存在 我们在电路前来 非常非常有用 so you can see this in fact is a special case of the coplade inductors 它怎么样 所以这边叫理想化 of the scientists is in fact the limiting case of two lossless lossless 我们刚刚讲 r1 r2等一点 因为first primary side winding 但实际的导线都会有变 secondary side winding 实际上也有变 so lossless you assumer1 r2等一点 l1 r2跟m also is assumer1 r2 can approach infinity and the coplade is perfect remember the definition coefficient of coplade 偶合细数 那个k 它记得 偶合细数k是 互感 所以更要l1 l2 它是等于1 of the perfect coplade so in that case we are m equal to square root l1 l2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从这个a这边 我把它解出来i1 然后 这个i1 v1解这一个出交 把i1带到这里 可以 算v2 v2 有没有关系 这个 把m频道带进去以后 l1 l2 这个就把l2 这一项跟这一项cancel掉 只会等这个 然后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在这个月考前 我们在这个讲 我还特别画这个图 实际物理 好 我们用普通物理 l1 跟它m1 而来 扎数平方成正比 l2 跟二字色绕组 扎数 m2平方成正比 护杆m1 跟m1 乘以m2 成正比 如果 你还记得的话 我们要是特别提 所以这个更耗的话 变成 平方在开更耗 就是 v2 跟v1 跟它扎数成正比 所以 各位同学 如果绕过变压器 你就有概念 这个是 两分的电压 它有跟那个扎数成正比 扎数高的那边 电压高 扎数低的那边 变压器 然后这个 Approach infinity such that 它扎数低 然后它不变 这个 Then the corporate core is become an idea transformer 这就是 你一样变压器 所以 你一样变压器 就没有尾分光期了 各位看一看 原来我们有DVDT so v1p2 就是尾分光期 对 however for idea transformer we have we have we have the limit case simple relationship 不过 不过 我们下次再讲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再讲物理的意义 我们再讲物理的意义 我们最后的理想变压器 摸的时间 它只告诉你 V2跟V1有一个代数的关系 I1还是有一个代数的关系 那我们下次再 我们再 从这个问题讲 绝对准备 再讲一下 各位同学 可以先认识一下 做这些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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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